欢迎 欢迎两位 哪位是婆婆 哪位是妈妈呀 这个是婆婆 在这几年 其实我婆婆对我的付出是很大 她给我很多帮助 她不仅是在孩子方面给我的帮助 在我生意方面 我婆婆给我很大的帮助 其实我招了很多学员 然后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肯定是要有人负责我们的 在饮食方面 在吃的方面 我婆婆其实 其实你在我印象上 她是不太会做饭的 然后她为了我这个 她学习了做饭 给几十个人做饭 那也很辛苦 还要带孩子 对 她晚上帮我带孩子 然后早上老早起 然后晚上是到最后一个才走 就是对于我的工作的一个事支持 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婆婆 你婆婆一看就特别善良 对 我婆婆真的很好 你看你有这么好的老公 就是因为老公有一个 这么善良有爱的妈妈 是 是 那跟自己的娘家妈 有什么要说的 我妈现在是帮我看 我闺女 对花花真的是百般呵护 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 如果没有两位妈妈 对我的一个支持 我不可能现在有我 这么好的一个事业 非常感谢我的妈妈 给我的支持 帮我照看我家闺女欢欢 谢谢妈 谢谢妈 老公有什么想跟妈妈们 还有自己爱人说的 然后首先我想跟我老婆说 然后自动干这个行业 她每天就是早起晚睡 每天呢就是不辞辛苦 确实话确实挺累的 我看着的话我也心疼 有时候都已经带着孩子 已经睡醒一觉了 她还在那边 就是忙那个网上的事情 网上各大平台的一些视频 然后我有时候 我个人也不会表达 我也只能就是说 是默默地付出 她做什么 我觉得无条件地同意 无条件地支持 我在后方给她把孩子看好 让她家里面 不用操心就行了 其次两个妈妈 我也就是说是 有时候的感谢 平时看孩子确实也累 孩子也闹人 确实挺辛苦的 这样非常感谢 妈妈呀爱人呀这一番话 我们这曼莉也是眼眶红红的 其实能够感受到 曼莉的这种倔强啊 要强啊 是吧 你太瘦了 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确实我 我没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说实话 我很爱美 真的是这样子 自从做这个行业之后 我老公都说我是男人 因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在孩子这方面 我经历过孩子 这个苦难之后 我感觉其他的 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了 什么美 我感觉美就是建立在 我是自信的 我能当一个称职的妈妈 能把我的孩子 都能健健康康的 家庭都是幸福美满的 我感觉这个就是我 至少我站在别人面前 我就是这么自信 我就是这么美 不是在外表的美 而是心里的美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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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